狗仔偷拍港星旅方偷渡清秀妹来台新欢飘于林伟露蜡长腿。 56岁香港歌手旅方曾遇一首《老情歌》红遍台湾,她与香港明星郑月琳子弟恋爱情长跑16年,却突然分手,单身时光女扮患不停。 14日,苹果,街货读者爆料,指旅方飞来抵台湾,带着清秀妹来台吃热炒,记者赶复现长果真补获野生旅方,这也是旅方女友在台湾的首次曝光,截稿前,旅方也首度松口坦诚,清秀妹就是她的女朋友。 仔细端诚 祝女伴出席重要聚会,还让她坐在自己旁边。关系不言可遇。 席间,旅方个性豪迈,频频拿住酒杯对饮,看似心情不错,清秀妹则十二靠着她的肩膀,十二嘟嘴细细平常台湾美食,在热闹的热炒店内,吃香相当优雅,活动如同一般情侣,稍晚一名女友人拿住吉他与旅方一群人到户外,旅方顶住红润的脸颊。 将手搭在女友人肩上,大火和影流念,夜越深,旅方说话的音量夜越来越大。现场热闹滚滚。 对此,旅方经纪人向苹果表示,昨旅方上午飞抵台湾,她近五年没造访台湾,难忘台湾美食,特地到热炒店享用台湾料理。 这次旅方将与电影公司洽谈恐怖片纵鞋,续集拍摄事宜,相当喜欢台湾旅方,之后不排除来台湾Longstay拍片。 至于清秀妹身份,经纪人不愿多谈,紧低调。 要默认女方确实是旅方至少交往超过三年的女友。 据悉,清秀妹位一圈外人,名字叫Rainbow,是个网路美食家,年纪小旅方十多岁。 据读者描述,昨日炒店有人拿起吉他弹唱旅方的招牌歌,老情歌,多爱你一天。 朋友别哭,旅方也跟着唱和,现场宛柔小心演唱会,一旁的Rainbow则是全程笑咪咪,还不是体贴地为旅方拨瞎。 不知情的人,还误以为Rainbow是旅方的老婆,更吸睛的是,Rainbow着身穿迷你牛仔短裤,小路近100公分的逆贴美腿。